這隻手就在這個位置打,不能夠… 我的手,當我攻擊,我不會走從這裡到這裡 我只會走從這裡,在那裡的手 他的手怎樣才會呢? 其實,最好方法就是把他的手綁起來 最適切的方法就是… 最適切的方法就是… 好了,我們再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做一下拍手 一拍手,這隻手就在這裡打 他呢? 就在這裡燒,都是走一條直線的 所以,他都會走一條直線的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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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舉個例子,這隻手在這裡 這隻手直接打,你穿呢? 是直接燒的 所以,他都會走一條直線的 好了,又舉個例子 你只要… 你只要… 我按…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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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即是,所有動作都會走一條直線 例如,我做一個攻擊手 我的手在這裡 一邊走一條直線的 他的手… 又是… 他防守又是要走一條直線的 我們要將… 所謂兩點距離最短的原理 運用在…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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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可以的 好 cuenta 也有什麼好處呢 好主要是泳馬 第一,當我們 拍攝手打掌 和我們 泳馬湯馬的時間 他的速度 和力量 是大很多的 妳再說一下 我們要明白 借助腰馬下一 令到我們的手法 好了 另一個藝術有什麼好呢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我這隻手能打到牠的 這隻手能打到牠的 牠呢 都是一樣打到牠的 牠能打到牠的 牠能打到牠的 好了 這樣就是時間 如果我們黏住牠的時間 其實我一拍牠打牠 牠就打到牠就可以打到牠的 但如果我們借助牠的牠 牠未必能打到牠的牠 我舉個例子 牠會打到牠的時間 牠會打到牠會打到牠的牠 所以 運用牠的時間 不單止加大了手法的速度 還要避開對方 另一個手要攻擊牠的後方 所以 我就希望各位呢 我知道這裡呢 你們師傅呢 教你們翻手的運用呢 已經運用得很好 就是翻打的位置 所以 我知道你們師傅已經翻打了牠的時間 我知你們師傅已經翻打了牠的時間 其實在練習翻手和練習的動作 和練習的動作 真的有一套 我們平時經常要練習的時間 我們要求自己用兩隻手去控制對方一隻手 令對方一隻手打我們不到的 所以 牠的時間 牠的時間 牠的手打我們不到的 不用 牠的手打我們 牠的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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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們 是х 牠的拳 我喜歡 牠的拳 牠的拳 又可以這種方法 如果牠的防 100種 牠的頭 不用打我們這開 quelque地方 腳踞 uwage 那時候我們運用腰馬,他一樣是運用腰馬的 在運用腰馬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將這個練習,大家經常都用 在運用腰馬的過程中,我們認為這個練習的腰馬和手牌是一個練習的方法 另一個我們說是翻打的練習 當我們只要接觸對方兩手的時間,任何時間都希望自己做到立手的練習 在這個時候,要做到立手的運用 我們練四個動作,第一個是立打 然後,開始有四個動作,第一是立打 立打,立打,按打,一張時間,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即是這下木人樁第二下 第二下,拍拍拍 在那邊飛向風 只要我們運用的腰馬運用得好,我們可以做到很多運用 我想問各位,我剛才所說的這種手法,明白我所說的嗎? 我希望各位 四下手,有勒手發手,勒打,拍我自己拍,按打,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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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其實如果你熟了這四下手,你隨時可以在攤手裡面運用 如果你可以做這四個手法,你可以用攤手 像攤手一樣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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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謝謝 我想大家釣習一下 大家要練習嗎? 綁手燒和錶 綁手燒先,對嗎? 給你的朋友 OK,OK 謝謝 叫他們練習